我們繼續來看出家的綠魚 出家綠魚總共有四種 三明三明尼就是獸十戒 我們剛剛有說了 四叉摩納獸幾條啊 對六條 所以叫六法 那比丘尼有348條 對這個是大約的 因為喔 比丘尼戒他有很多種不同的戒本 因為不同的布派嘛 他們就是信奉的戒條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漢傳獸的是348條 所以你們看那個 應該是藥師經 藥師經裡面不是有講比丘尼五百戒 五百條戒 那個也是大概的 那這個比丘 有比較少一點 好 對兩百五 對 但是一樣啊那個是我們漢傳是受二百五啦 但是實際上就不同的戒本是不一樣的 好 那雲和 沙迷沙迷尼出家受戒法 意思就是說 前面告訴我們他們的戒法 那現在呢 他們想要受戒這個儀式啊 等等規矩 等等有哪一些條件 哪一些方法呢 這裡說白衣如果他想要求出家的話 應該要向兩位師傅來尋求替度出家 一位是和尚 一位是阿捨離 這和尚 我們一般都是用那個高尚的尚 好 那這個和尚呢 你們要講成台語要唸 好尚 好尚 尚就是尚 不要講花和尚 你看那個演戲的不是都是和尚嗎 這花和尚 不是喔 所以就是和尚和尚 阿捨離呢 他就是要去教育你教授的意思 我們看和尚 一般如果是在戒律來講 出家十年叫和尚 出家十二年叫和尚你 如果長老就是出家三十年 那長老你也是 有聽過嗎 嗯 所以不是說你一出家就被稱為和尚喔 不可以喔 是要戒律你的戒辣滿十年 才可以被稱為和尚 那有些人搞不清楚阿 在路上看到出家的人說 阿那個和尚 然後看到女眾師父就是 阿那個尼姑 有沒有聽過 所以這個是比較不禮貌的 不可以叫人家尼姑 那稱為 就是簡單你就稱他為師父就好了 那他這邊講說 和尚如父 阿舍離如母 就好像你的 在家有父親有母親 出家也有引導你入佛門的父母親 所以就以氣本身父母 當求出家父母 這是前面講的 你出家法的這個儀式就是 你先尋求兩位師父 一位是你的和尚 一位是你的阿舍離 那接下來呢 找到了師父以後你要穿袈裟 要替除虛法要落法 以前有些人可能參加過一些出家的三壇大戒 你們會去護持戒會 那護持戒會 你們是不是會有供養袈裟 或者打齋阿等等 去供養這些願意受三壇大戒的師父 所以他既然叫三壇大戒 你會提到菩薩戒喔 在家戒法有沒有提到菩薩戒 也沒有 所以這個是針對 我們想要解脫來講的戒法 所以只有講五戒 八觀哉戒 以及十戒 還有施叉摩那的六法 以及比丘尼戒跟比丘戒 這樣子 所以就沒有含菩薩戒在裡面 那你剃除虛法以後 你要做一個儀式 要兩手桌和上兩足 就是我們五體投地 然後去碰這個和上的腳 這個代表是最尊貴的 所以他說 為什麼要去碰他的腳呢 不是去抓他的腳喔 這個桌足就是去碰他的腳 不是用力去抓他 所以他說 天主法以桌足為第一 恭敬供養 那阿舌黎應教十戒 就是因為阿舌黎是你的教授師 所以他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他要教導你十戒 這個就是真正的受戒法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看到就知道 你要出家就要受十戒 可是有一些人阿 他出了家 他其實是沒有受戒法的 有沒有聽過 這個叫形同沙咪 形同 心同沙咪 就是他看起來他的外型 跟沙咪沙咪尼一樣 可是實際上他是不是真的沙咪沙咪尼 不是 因為他沒有受十戒喔 所以他只是外相的剔除虛法而已喔 那就不一樣 那所以真正出家是要受十條戒的 那沙咪尼已如是 就是這樣 只是你要頂禮的你要求的師父 是比丘尼為和尚 那四叉摩納受六法 二歲就是兩年 所以他這個我們受 沙咪尼一般嚴格來講 你受了十戒 你還要經過兩年的四叉摩納的階段 兩年要受六法 那你最後才能夠去受比丘尼戒 嗯 那這裡有人就問啊 沙咪十戒 就是意思就是說沙咪 這男眾喔 男眾出家他只要受了十戒 那接下來他就直接受了比丘戒啦 巨族戒就是他的比丘戒啦 好 那比丘尼法當中 為什麼要多了一個四叉摩納 為什麼要多一個呢 這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以前怕他們女生有懷孕跑來出家 嗯 很好 他說怕女生有懷孕跑來出家 沒錯 就是這裡啊 龍樹菩薩就跟我們講啦 他說 曾經啊 佛陀在世的時候 有一個人啊 他就不知道自己懷孕了 然後他出家 出了家馬上受聚俗戒 所以其身怎麼樣 他說身大轉現 意思是他的身體變大了 就是懷孕了嘛 然後肚子就變大了 然後他就很清楚 讓人家看到說 原來這個出家師父怎麼懷孕了 那就被人家機嫌啊 而且機嫌不是機嫌他是機嫌誰啊 比丘 因為你一定是出了家還懷孕 你一定是跟這些比丘有染 所以這些比丘是不是就很倒楣 無妄之災就到他們身上了 所以整個僧團就會被人家詬病 那因此呢就制定這個戒法 就是二歲學戒 就是在這兩年當中 他去修這個六法 然後呢 同時也觀察 看他是不是有懷孕 那男眾需要這個懷孕階段的觀察嗎 就不用 所以女眾就是要這個兩年的觀察期 那這個人又繼續問啊 他說如果只是怕人家機嫌的話 那你四叉摩納如果懷孕人家就不會機嫌嗎 有沒有道理 有啊 就比丘尼懷孕會被機嫌 那四叉摩納懷孕怎麼會不會被機嫌呢 龍樹就說啊 因為四叉摩納他還沒有受聚逐戒 他就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就是他還沒成就嘛 那你有什麼好機嫌呢 他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的出家人啊 不算森樹 他還不算喔 那麼他們也很像即使 就是去幫忙做擁公的等等的這些下人一樣 去指使他的下人 那雖然他們犯錯了 雖有罪惠 人不機嫌 就算他被發現他懷孕了 人家也不會說什麼 因為畢竟這就好像小孩子犯錯 你會對他很嚴格嗎 就不會 你就啊小孩子無知啊 可是如果大人犯錯 我們是不是就會用很高規格的這個標準來看待他 這就不一樣了 就啊你應該小孩子 一個兩歲的小孩子去偷你的錢 你會很生氣嗎 不會 你會覺得啊這小孩子無知 他可能還搞不清楚什麼叫做錢 這個錢一張是兩千塊還是一張是兩百塊 他都還搞不清楚 所以你不會生氣 如果是大人去偷了你的兩千塊 你一定氣死了 然後罵他沒道德啊 怎麼貪財啊等等 所以這就是不一樣 那這就是為什麼 四叉摩納要受六法 那四叉摩納你有資格要再當四叉摩納的 又有兩種 一種就是 沙咪尼啊他是十八歲 他滿十八歲 這童女就是他沒有結過婚的 那他來出家 他滿十八歲 他就可以受四叉摩納 所以如果一個七歲出家的沙咪尼 他什麼時候可以受六法變成四叉摩納 對 他滿十八歲 所以他從七歲到十八要等十一年才可以喔 然後他要受兩年 那兩年是不是就二十歲了 二十歲他就可以受居住戒 那另外一種就是他如果很早就結婚了 夫家十歲 他十歲他就出家 他就是小孩子他十歲就結婚了 你說什麼十歲就結婚了 以前的人早熟啊 對阿印度有那個很小的孩子嘛 他就結婚了 所以他這個就是早熟的 所以如果已經結婚了 那你十歲的時候你來出家 那麼你就可以受這個戒法 那意思就是他幾歲可以受居住戒 對十二歲 因為十歲當四叉摩納 他當了兩年以後 他就可以去受居住戒了 好 這樣了解喔 好 所以如果要受居住戒的話 要二部僧當中用五一波魚 這個二部僧就是大僧跟雅僧 也就是比丘跟比丘尼 他合法的 他一定的戒那年數達到了呢 他們都是和尚級以上的 那麼你才能夠真正的受居住戒 所以你要搭五一 五一就是三一加沙 另外女眾呢 會有副間一就是批在肩上的 還有就是那個雨浴衣就是 去洗澡的時候 以前洗澡就是在露天在水裡頭 那你因為在水裡 譬如說河流裡啊 池水裡面洗澡 你這樣子會不好看嘛 所以他就好像穿一件雨衣一樣 或者是下雨你就不會 這個被打得太濕 那麼你就是可以穿這個雨浴衣 你們的註解裡頭有你們自己去看 那這個波魚呢 當然就是你去託波的這個波 那有比丘尼當你的和尚跟教師 比丘是你的戒師 其他就是跟這個受戒法 那這邊就不詳細的列出來 那我們接著來看喔 他說略說則有五百戒 廣說則八萬戒 那第三戒魔器 既得無量律儀成就比丘尼 第三戒魔喔 什麼叫第三戒魔 我們之前是不是有講過簡單講過戒魔 戒魔就是一種做法 受戒跟懺悔你們要送戒 你們如果有受了這個菩薩戒 是不是也要戒魔說戒 對吧 那所以這個戒魔就是一種 我們這些如法如儀的 這些律儀的一種宣告式 那受居足戒是很慎重的做法 而且是最慎重的 這在出家法裡面當中最慎重 所以你必須要經過白四戒魔 白四就是一白加三戒魔加起來叫做四 白四就是一白三戒魔 一白第一個就是秉白 我們就秉告說 現在某某人想要出家 那請問三師你們同意否 那三師如果同意那就好 那同意了以後 這是一白馬 先秉白表白囉 接下來三戒魔就是要經過三次的同意 所以之前我們要看講說三歸一 還有受五戒是不是要念三次 歸一佛歸一法歸一生 要總共要念三遍嘛 歸一佛靜歸一法靜歸一生靜 是不是也是念三遍 對就是三戒魔 那這個就是多了一個一百 這一百三戒魔 那這個三戒魔就是三次問這些 要幫他受戒的這些僧眾呢 問他們是不是贊成 如果他們通通贊成沒有任何意義 那麼這一個人就可以受戒了 剛剛講的是比丘尼 有五一吧 那比丘有幾一 三一 一般你們會看到師傅會穿那個五一 七一就跟你們的慢一一樣 就是咖啡色的 這是我們漢傳的 那如果另外一個黃色的 或者比較偏橘色 這就是九一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比較 這個大和尚那個二十五條的 那個就是紅組一 紅色的一 但原則上那個是後來多出來的 實際上我們只有三件一 沒有那個紅組一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單色 其實以前唐朝還有宋朝等等 他們的袈裟是彩色的 他們的袈裟是彩色的 好那我們來繼續來看 那是真正在佛陀時代袈裟是什麼顏色 我們以前講過 壞色 壞色你要染衣嘛 替罰染衣就是不可以太漂亮的 那像你一般就是擺納衣啊 縫縫補補的啊 衣服破了就補 那這個是一個是破了你就補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我們是總監衣 在墳墓間你去找這個人家不要的丟棄的衣服 你把它拿出來 瘋瘋補補拼起來變成出家師傅的袈裟 所以他才叫做擺納衣 那比丘一樣有三一有波魚 還要經過三師十生 剛剛這個比丘尼是要二部生當中 意思就是有比丘還有比丘尼要做證明 如果是比丘的話不用二部喔 他只需要比丘為他做證明就好了 所以有幾位 十位 所以稱為三師 十生 十生就是我們一般你們如果有的人有印象就是三師七政 七位尊政 三師加七政加起來幾位喔 十位 所以簡稱為三師 總共有十位僧人 那麼能夠這樣子來如法的去受這出家的解脫律一戒法 略說多少? 250 剛剛比丘尼是多少? 348 348是我們漢傳在受的 那剛剛龍術菩薩說略說五百戒 就跟你們的鑰匙經講的一樣是略說五百戒 那你如果廣說有多少? 8萬 8萬 好多喔 那這樣子出家比較容易成就還是在家? 其實我也不知道 8萬到底有多少 對啊很細啊 所以我們講說啊 8萬細型 你每一個你就是要把它做到位 真的不容易 師父我自己慘愧也沒辦法做到這樣子8萬細型 全部都非常好很圓滿 那不可能 好 我自己說不可能因為我有自知之明 好 然後這邊就講喔 第三結膜器 剛剛講要一百三結膜嘛 好 那第三結膜結束了呢 就得這無量律一法 所以這個總名為施羅 施羅翻成漢語叫什麼? 齒戒 對 齒戒 那我們這邊繼續來看啊 有人就問了說 現在啊你已經講了施羅的種種的相狀啊 那到底什麼叫做施羅波羅蜜喔 前面你受了五結 受了八觀在戒 比丘比丘尼戒啊 你只是受戒 這個叫施羅 可是他可不可以就馬上稱為波羅蜜了? 不能 因為還沒有圓滿 你要圓滿到彼岸才叫做波羅蜜 那於是龍術菩薩這裡就接著在告訴我們什麼叫做波羅蜜 他說有人說 有一種說法就是菩薩能夠持戒 您自施生不悔小戒 視為施羅波羅蜜 菩薩他在持戒的時候 就算喪失自己的生命 我把我的性命賠掉了 那麼我能夠好好的持戒 得戒清淨 我就算一點小小的戒律 我都不會悔犯 這才是真正的施羅波羅蜜 這就是有人言對施羅波羅蜜的一個定義 那龍術菩薩他就講說 就像之前呢 我們在前面幾經有提到的這個 《蘇陀蘇魔王經》當中有講 你不惜生命以權進戒 權就是去維護圓滿的意思 那這個你們自己再去看 然後他這邊講說 講了一個譬喻 他說如菩薩本身 菩薩他以前曾經做大力獨龍 這獨龍他有很大的力氣啊 那麼如果有眾生在他前面 身體比較虛弱的 他會怎麼樣 眼睛瞪你一下 看你一眼 這個眾生就死了 如果你的身體比較強壯的啊 很健康的啊 肥肥壯壯的 看你你會不會死 不會那怎麼辦 對 對你吐一口氣氣枉則死 所以你是不是被他看到 或者被他氣吐到的 對象就會死掉了 因為他叫獨王嘛 可是這個獨龍呢 他還有善根喔 他受一日戒 受一日戒是什麼 大觀在戒 對 那他就受了這一日戒啊 他就出家求禁 所以他有沒有真的出家 他有沒有真的出家 沒有啊 因為八觀在戒是出家法嘛 所以他是相似出家 所以他把自己看成一個出家人 相似出家人 然後去求禁 意思就是他去禁修 然後到靈述間去思維 對那坐久了啊 就開始覺得有點累了 累了怎麼辦 好躺下來睡 所以這裡說龍法睡時形狀如蛇 龍就是Naga 龍術菩薩的龍 Nagarjuna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龍跟蛇其實是差不多 你看我們今年是龍年嘛 明年是什麼年 蛇年 蛇年又叫做 小龍年 對啊 我上上禮拜在香港 然後那個有一個居士就說 啊師父有小龍 我就說小龍 然後我本來腳是在地上 我就把腳抬起來 放到椅子上 我說小龍在哪裡 他說在那裡 然後我一看 壁虎 我說你剛剛不是說小龍 對啊那個就叫小龍啊 我說我們在台灣小龍叫做什麼 蛇 因為他們的小龍是壁虎 還好我沒有跳起來 或是把我腳舉起來 我想說這個小龍在地上 好 那所以這邊他就講說 龍 他在睡的時候 形狀就像一條蛇一樣 那他身體有文章 就是有花紋 有這些顏色 七寶雜色 很漂亮的喔 那這裡時候有一個打獵的人就經過了 就看到這一條蛇就想 哇好漂亮 他說這是稀有難得 這個皮啊我如果把它扒下來啊 獻給國王 讓國王來當做他的衣服 或者做飾品 不是很好嗎 所以他就把這個龍的頭啊 把它按著 然後用刀去割他的皮 痛不痛啊 當然痛啊 好 然後這龍啊 他因為他受了一日戒法 他要持戒 他就講 我力如意欽赴此國其如反掌 我的力啊非常的大 因為他是大力獨龍啊 那我想要把一個國家的翻覆啊 易如反掌 那這個人啊 你這個獵人只是小物 豈能困我 能夠困住我嗎 當然不行啊 我隨便眼睛一瞪他就死了 可是他說什麼 我今以持戒故 不計此身當從佛語 我因為持戒啊 我不計較我自己的生命 你雖然扒我的皮 好吧 好人做到底 送給你 那我叫尊從佛語 所以就忍住啦 眠目不適 意思就是把眼睛閉起來 因為他眼睛他張開 看到這個人不就死了嗎 然後他也閉氣 不呼吸 免得他的這個呼吸的氣息 會把這個人弄死 所以他因為起了慈悲心 憐憫此人 未以持戒故 一心受波 不生悔意 你看他沒有後悔 以前我們看過 攝利弗尊者被挖眼睛 是不是被人家糟蹋 他就後悔了 那這條龍王還超級友善根喔 他說啊 既已失皮 皮沒了嘛 被扒的剩下的肉了喔 赤肉在地 你這一生的皮被扒了 會不會流很多血 會啊 而且這時候他說啊 天是很熱的 大熱天啊 他完轉土中 他就是在土當中一直 喬喬熟 一直打轉打轉喔 很痛苦一定很痛苦 那天很熱他想要去清涼一下 所以欲驅大水 想要去找水 要爬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發現 準備要動了 發現他身上很多蟲 來吃他了 因為他流血 一定有血腥味嘛 血腥味就會 招引很多一些 昆蟲飛的也來啊 或者是在地上爬的螞蟻等等 都來要來吃他 餵持戒固 不負敢動 這時候他根本也不敢動 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能動 會把其他的蟲 對 他如果爬去找水 他那個蟲啊 本來在他身體旁邊 可能就被他壓死了嘛 所以他要行這個 不殺生的戒法 那這時候他又思維 他說 我現在用我的色身啊 布施給這些蟲啊 為佛道故今以肉施 以蟲其身 因為我為什麼要布施呢 是因為我為求佛道 所以他的發心大不大? 很大啊 因為他是發了大菩提心 我就是要度眾生 我就是要成就佛道 那現在我布施的只是我的肉而已啊 讓你們能夠吃飽 將來啊 後成佛時 當以法時以義其心 等到將來我成佛了 我就要布施佛法給你們 來讓你們的心能夠增益 你們能夠心當中能夠充實得到利益 現在只是滿足你們的肉身 將來我要滿足你們的心 那發了這個大怨以後啊 他最後就升到道立天去了 當時的獨龍是誰? 就是現在的釋迦文佛 釋迦牟尼佛 那時候的獵人是誰? 提婆達等六師 六師就是佛陀時代很有名的這個外道的六師 六師外道 那就是提婆達多還有這些人 其實他們都是獵人 都是在殺佛的 那這些蟲子的是誰啊? 這些蟲子 吃他肉的蟲子是誰? 八萬諸天得道者 也就是釋迦牟尼佛他出轉法輪的時候 他不是杜吾比丘嗎? 那他那時候也有天人在聽他說法 所以這一些蟲都變成是天人了 所以他發了願有沒有成就? 有滿願喔 你看他是不是發了大願 我將來就是要度你們 而且要用佛法來度你們 所以滿了他自己的願 然後菩薩護戒不惜生命決定不悔 我們修這個戒法 就算喪失生命 來換我的清淨持戒也非常值得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色身是不是會敗壞 對啊 你要嘛這被蟲子吃了死了 要嘛你這個龍走到這個去求水的路上 搞不好就跌到大坑啊 跌到山谷裡頭是不是也是會死 所以這個肉身我們不要太在惜 所以將來一定會滅壞的時候 好那麼他說決定不悔不後悔 這個就叫施羅波羅蜜 那這個四位題就可以大家想一下 菩薩為了護持境界寧可捨棄他的生命 從頭到尾都不會有任何的願由 沒有任何的悔意 那我們姑且不要談捨身啊 捨身是不是很不容易啊 眾生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色身嘛 你要跟我要錢或者是要殺我 那當然像被搶劫的時候 人家叫你拿錢包 你是不是乾脆錢包先趕快給他 先保命再說嘛 你保了錢包命都沒啦 那所以這邊就講說姑且不談捨身 我為了持界是不是願意忍受一些生活上的不方便 願不願意 小case 一塊小蛋糕 你如果真的發了心 是不是對你來講就沒有什麼了 可是如果心念沒有提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哎呀我幹嘛受這個界綁手綁腳 以前我都可以很快樂 悠哉悠哉 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現在怎麼不行 譬如說你受了八關在界 那你一日一夜不可以唱歌跳舞 那你平常很喜歡唱歌的啊 很喜歡聽那個流行音樂的 然後一天不行 這時候你本來發大心要去 結果受了界 你有點後悔 哎呀手好癢喔 好想彈鋼琴喔 哎呀我嘴巴很癢 舌頭很癢 我好想唱歌喔 這個是不是一點不方便 可是你忍過了是不是就有這個功德了 忍耐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種功德 是啊 好 所以就看自己願不願意去改掉這些 跟你的界有相衝突的一些習慣 這是自己啊 那另外一個就是啊 當我被家人的某個壞習慣 或者他們常常啊 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惹腦的時候 你要怎麼運用持界的功德力 跟思維的智慧力 來保護自己的法生會命 不要讓你的清淨心被你的稱腦毀壞 我們跟家人共住是不是有時候家人會有一些壞習慣 你是很受不了的 會齁 或者你家人又是習慣講某些話來刺激你 會 那你要選擇每天被他刺激 被他惱怒嗎 沒辦法 因為共住 你如果選擇被他惱怒 吃虧的是誰 還是自己啊 每天生氣的是你啊 他講話他就沒什麼啊 我講了 是你自己愛生氣啊 我也沒怎樣啊 那我講的這話 有錯嗎 所以會惹別人的人通常都是義正言辭 那你會被惹 就是你自己修行不夠 有時候家裡的人如果沒修行的 他才還會說 你不是修行人嗎 連這一點點都不能忍喔 呵呵呵 所以這時候他就在提醒你 你是修行人 你要好好修 對他在刺激你啊 但他講的也是事實啊 因為你自己說你是要歸一佛歸一法歸一生 那你怎麼沒有結正境 對不對 那所以他就覺得 我沒學佛啊 所以我做壞 這理所當然 那你學佛了 你的目標是佛陀的這個道法 那你怎麼可以罵人咧 你怎麼可以這麼兇咧 你怎麼可以怎樣怎樣怎樣咧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對你的要求就出現了 你不要求我也就算了 你敢這樣要求我我更火大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自己想一下 如果別人來刺激我的時候 不管他是惡意的刺激 還是他是好心的提醒我們 出家了或者是在家 能夠修行了變成佛教徒 我應該要如何把持自己的言行 那我們感謝別人對我們的提醒啊 因為還不圓滿啊 我就承認 那但是你要怎麼樣讓自己不要這麼的生氣 好不要讓別人挑戰成功嘛 那接下來菩薩慈戒是為了什麼 佛道 所以要做大誓願 發願要來度眾生 菩薩慈戒的目的不是要求今世的快樂 或者後世的快樂 也不是為了這些明文利亞 意不自慰找求涅槃 為什麼菩薩慈戒不能為了求涅槃 為什麼 因為你是要佛眾生才稱為菩薩 因為你是要佛眾生才稱為菩薩 因為發育之心啊 嗯很好 既然你是菩薩慈戒 你就要知道我菩薩的修行目標就是佛果 所以我不能只有入涅槃 你入了涅槃以後 你不出來度眾生 你在涅槃裡頭自己 享受你的寂靜的境界 你心當中還有眾生嗎 就沒有了 所以菩薩要知道你持戒的目的 不是為了升天 不是為了今世 不是為了後世 是為了將來成就 是為了眾生一直在 在長流當中 在長夜當中 在長夜當中 不斷的沉默 載福載成 受苦 所以你發了這大菩提心 要度眾生 那眾生被恩愛所欺 被餘獲所誤 所以我要度眾生到彼岸 以前我們有講過 受戒法 你是不是有下品持戒 中品持戒 上品持戒 還有上上品持戒 所以你要當一個上上人 來持戒 你的這個結果就會非常的殊勝 那當然最後就是會成就佛道 所以一心持戒 就是重點要生善處 那你生到善處呢 你就會見到善人 然後產生智慧 然後最後會修六波羅蜜 然後最後就會成就佛道 這樣就是施羅波羅蜜的定義囉 然後接著他又講說 菩薩慈戒 心要善清淨 不為為惡道 意思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菩薩慈戒 是為了度眾生 為了解脫 為了讓眾生離開種種的煩惱苦 然後眾生能夠存佛 我也能夠成佛 所以你持戒不是為了害怕 墮惡道 所以這邊講 不為為惡道 不是因為說 唉唷不要入地獄啦 我不要去當鬼太苦了 所以我才持戒 不是喔 心量沒有這麼小 那也不是說 我為了要升天 去享受這些善盡的種種法門 不是喔 喔 那麼你就是用戒 來訓修我們的心 這就是一開始 我們上課的時候講的 持戒就是修我們的心地 把我們的心地 這些雜質把它去掉 把染污去掉 把毒害的物質去掉 那麼回復清淨 讓我們的心能夠要善法 這個就是施羅波羅蜜 所以剛剛前面不是有講嗎 有人就問社利福啊 說這個佛道什麼最難 他說出家最難 那出家當中什麼最難 要善法最難 要善法再來有什麼更難 就是為諸善行 為諸善道 這個是修所有的善法 這個才是更難的 那麼所以菩薩要用大悲心來持戒 心當中有眾生 不是為了自己好來持戒 這個叫施羅波羅蜜